事情想要请教你 上次的工钱可还没给呢 这次又要求我什么呀 我的胭脂小铺万事俱备 只欠一个名字 我想了想 我有郎君大财 只有你能替我解忧了 这还不好气 就叫柳记胭脂部 柳记 对啊 以前你达理生 演唱都是顾家自豪 纵然别人叫你柳老板 那也是顾家的柳老板 如今你终于有了一手 自己经营的买卖 那当然要叫柳记了 虽然很好 但不合适 为什么 太草率了 我若开的是绸缎妆 药物妆 小食店 都可以叫柳记 唯有胭脂谱不行 嗯 我想要的这个名字 要别致 雅气 不能太泛泛 也不能太生辟 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住 以后一用到胭脂 就能想到我的铺子 那便成了 哇 起个名字 什么话呀 我们要做的是女子的生意 既然如此 就不能敷衍她们 从名字到包装 再到货品成色 事事处处都要替她们着想 要想着 怎么样她们才能动心 才会喜欢 若是连这点心思都不肯动 市面上那么多胭脂谱 为什么要把银子挖到我这儿 你看我干嘛 我看着你 突然想起一句事了 什么事 云响衣裳 花响容 对 好 好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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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快了周大哥帮巡 小店才能顺利开张 这些请周大哥一定要收下 权当送做伯母的一点心意 这些就是所谓的胭脂 这一霞是香血粉 这一霞是流云霜 这一霞是扫梅用的烟墨 和打塞霞用的飞霞粉 这四个是口纸 分别代表春夏秋冬四个颜色 点桃 锦微 丹桂和薄梅 那这在我看来 都是大致相同的 比如这两个颜色 看起来不见相同了 若有何区别 说起来倒也怪得很 这胭脂颜色的区别 男子往往瞧不出 可我们女子只要瞧上一眼 就能看出这一套四季的颜色 搭配得既实用又心巧 配在一起有千变万化的妙处 希望玉如的心意 能让伯母喜欢 那就多谢咱们了 少哥 咱们这么缺钱 怎么还把最好的货 送给别人 咱们买卖小 地方偏 想要吸引更多客流 就需要一些 比炮仗一类 声势更浩大的东西来吸引 是什么 口口相传